那种婚亲公司婚礼公司接触 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一天 就是感觉有点奇妙 你们不要误会就我现在离婚礼还很早 但是看了后就感觉我的阵线拉得特别长 因为我是一个喜欢做事情 先提早去接触接后去看的 其实这个起因是这样的 就是有一天比如说那个功课 看到有好多好多东西 我也是没有想到 就是这一天这么快就要开始准备了 很多东西不去了解的时候 就会觉得很简单 但是当去了解的时候 就会发现原来是有这么多东西 要去做功课 做准备 我现在快速的发妆化完 做一个我去年的最爱颜色 今天的妆就完成了 然后我现在准备去挑一下 看我现在穿什么 我希望我今天给人的感觉是比较简单大方又比较有质感 所以我就带了一只宝格的腕表 它的表盘很特别 是这种有点水滴型的一个舌头的造型 我今天这一生也是特别搭 其实像我的话 我不是一个喜欢带很多配饰出门的人 像日常单带这只表出门都会给人感觉是比较精致而且大方的 然后再到进入那种比较正式的场合 它也是可以hold住的 像我现在就是进入社会工作好几年了嘛 然后我就是很需要一直精致而且能够陪我进入各种不同的正式或者是非正式的场合 而且配戴率很高的一只表 我的要求有点多 它的话就是都能满足我的这个需求 穿一些正装 或者是穿一些那种休闲的衣服 它也都是能够搭配的上 它的出现也是会让我觉得它跟我现在的生活还有工作的状态很契合 所以我今天就不打算带其他配饰 就单带这只表出门了 然后呢我们现在就准备去跟婚庆公司第一次接触 因为后面肯定还是会多接触很多不同的嘛 现在还是要戴口罩要放心 这会有一点焦 这有什么热 策略师在中间的过程当中他们其实就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了 他肯定要先会懂你想要表达什么样的一个意思 才能跟设计师那边去沟通 而且现在的设计师一般来说 如果说女们找的是那种 相对来说团队比较好的 那他们的设计师一般来说 没有回来了 我感觉今天谈下来的结果 就是我更加的纠结了 他们其实算是那种 整合信息的一个平台 他跟我说的就是 我现在需要开始看婚纱照 说到拍结婚照这个朋友 我觉得特别纠结 我想说拍那种比较正统一点的 还是说拍那种旅拍那种胶片 我之前有一次拍过一个情侣写真 我没有给你们看过 那个就是我心里比较 要不我现在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我当时 我跟小纯拍的那个情侣写真 它是这样子一本 然后从这边打开 手图是这样子 这一套其实这个摄影师 他就是会拍的比较有套路 所以我才想说 要不要拍正统一点的 然后就还挺搞笑的 其实我个人很喜欢那种胶片的风格 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说 拍出来那种质感的话 可能还是要去正统一点的 接下来这张你们可能根本就没有见过 我会这样 对 他让我穿了丝袜 虽然是我自己也觉得有点奇妙 但是也算是一次很有趣的经历吧 接下来三页都是比较像的一个类型 你们看 就是特别的像 对 都是这种 然后这张我觉得是 这里面我比较喜欢的 就是有点油画的感觉 那天摄影师跟化妆师看到小陈没戴眼睛之后 他说好清秀 加上这一套就特别小新鲜 我穿的是一个白裙子 这张也挺自然的 这一次的经历也可以得出来 跟摄影师的沟通也很重要 你们看我现在准备这种情侣写生 或者是婚纱照 我都要纠结这么久 其他东西准备起来更加繁琐 所以我才说就是很奇妙的感觉 不知道是快乐还是痛苦 今天第一次这种经历就结束了 然后以后还有更多的话 要是跟你们分享 那么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